大家好,我是Bruce,欢迎来到三品空间,我们专注提高外贸业务员的效率 之前呢,我们讲的XPAS规则,也有了火车游览器 然后呢,在苍茫时代这本书里面呢,有详细的脚本讲解 就是怎么去利用火车游览器批量采集Europages上面的客户信息 那么这个脚本呢,在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我现在呢,是按照这本书里面做的 然后呢,一步一步去模仿,它可能不能给实现出来 那么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个采集思路 就是说Europage上面的采集思路 我们首先要采取到Company Link 然后再从Company Link里面呢,提取详细的公司联系方式介绍等等这些信息 我们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那么我们呢,就按照这个脚本呢,一步一步开始做 首先呢,我们在火车游览器里面 因为火车游览器呢,就是说 我在里面呢,写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已经有了脚本,所以呢,我是按照重新开始做 新建脚本,我呢,就是新建脚本 我用Five Fox啊,Five Fox转器 我写上是模仿 Nick OK,这就是新的脚本名称 然后呢,第二步我们就需要配置数据库 那在这个脚本上面呢,我们点击数据库配置 我们添加配置 然后呢,我们可以随便 这个配置名称可以随便起 就是说模仿 EUROPAGES 数据库类型呢,我们选择SQLite 在数据库里面,我们就点到三个点这个按钮 我们去找这个 以前我们这个三品空间教学专用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呢,是根据每个人 自己建立的 然后呢,我们点击确定保存 这样,我们就配置好了数据库 我们点击退出 它就配置完成了 然后,我们开始写脚本 来采集EUROPAGES上面的company link 前面呢,我在我的数据库里边 也就是说 我的SQLite数据库 因为我这个EUROPAGES 就是说这个里面呢 其实已经将FruitJuice这些呢 给采集进来了 所以我要再采集FruitJuice呢 它就会重复 所以我就换一个 我们换另外一个品类 我们换另外一个品类 我们搜 这是2800多条数据 这个是比较多的 我们呢,用这个 用这个连接 我们用这个 这样的话呢,我们 首先要打开这个网页 我们先在这个上面呢 点击浏览器 打开网页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网址呢 复制进去 我们点击 再就要打开网页 这叫Juice 我们呢,也在火候浏览器里呢 打开 这就是说2000多家信息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脚本 打开网页 我们 打开网页 这一个呢 完成了 我们一定要点击保存 哈 我们可以 在火车浏览器界面里面 按Ctrl S Ctrl S就是 保存 一定要保存 如果不保存的话 相对于没做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测试运行一下 我们在火车测览器 测试运行 能够发现 就打开这个网页了 到金属测览器 去到金属立点 就打开 请用 游 吴 吴 吴 那么我们再去看这个脚本 再往下看 打开这个网址 然后呢我们就要对这个网页上面的进行元素取值 那我们就在这个下在这个上面呢就是第一步上面的右键 我们就是看这一新件下一步 我们选择元素操作 元素操作单次取值 是吧 单次取值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再输入这个提取这个公司名字 还有这个的这个这个xpass规则 这个元素的xpass规则 xpass规则是多少呢 我们 我们直接复制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怎么去找这个xpass 你只要按照一步一步的来做呢 都是没问题的 我们来将它复制 我们去掉这个空格 切记不要有空格 哎 破了 上多了 我们点击查找元素 我们就能够看到 呦 提取了30个 那么呢 就单次取值 我们命名一下 单次取值 然后呢 我们命名为 命名个啥呢 我们就给它单次取值 对 这个地方要给它保存到 类似的变量里面 因为这30个 我们就在这地方保存到变量 我们就新建变量 新建变量 变量 命名为呢 就是说 命名为companylinklist list变量 选择这个变量 单次取值 我们就命名为 companylinklinklist 我们点保存 ctrl s 保存 我们再去看 保存这个变量 然后呢 我们就要测试一下 是吧 测试一下 到底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取这个属性 如果是取value的话 你发现它是为空 那我们取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取这个 这个 哎呦 unner是只有公司名字 那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要公司名字和链接 我们找 after gtml 发现是不是就取出来了 这个是 这个是 companylink这个链接 这里面有公司名字 所以我们就取出来之后呢 再对它 这一个变量呢 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那我们点击保存 多按 ctrl s 啊 ctrl s 保存 然后呢 我们再下一步 我们点击保存 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就是可以 测试运行 测试运行就会 就会取出来的 测试运行之后 之前呢 我们就看一下 哦 看看这个变量里面 哎 以前的是没有变量值的 现在有多少条了 30条变量值 然后我们看一下 是吧 每一条就是里面都是有着一个数值的 这就说已经取出来了 我们再往看 树里面这个脚本 再往下看 有30条数据了 然后呢 我们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怎么呢 就是说 要开始处理这个 每一个变量了 就是每一个这个数值了 那么就是说 我们需要 需要这个进行转换 那么我们就是说 新建一个变量名 company和company link 就是说对这一个呢 进行 我们新建一个哈 新建一个变量 叫company link name 这个令变量存储的什么呢 就是存储的 存储的我们这一个 就是说我们这一个 我们这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就是叫 存储的company link name 因为我们先用这个变量 先暂时存储 再对这个变量进行处理成 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们呢 进行 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变量呢 给它放到这个里面 给它control 我把它放到里面 我们点击保存 因为我们要设置 变换规则 所以我们要测试 到底对不对 我们点击退出 然后呢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数据转换了 数据转换呢 在火车浏览器里面 就要变量处理 我们要处理成 我们想要的company和company link company就是公司名字 company link就是 我们这个 这个公司在europe page上面 唯一的网址 这个网址携带着公司详细信息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再进行company 这个呢 在选择变量处理 变量处理 然后找到变量处理 这是新的脚本了 我们要处理 我们再去看哈 我们看这个书 我们再去看这个书里面下一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处理一次性处理多个变量 我们首先呢 就是说这个变量列表 我们首先是添加 先添加一个变量 我们要处理的变量是谁呢 是company link name 对吧 这是我们刚才处理的 然后我们要 要把它给保存为一个新的变量 把它给处理成什么呢 我们先看这个脚本 我们要处理变量 然后把它保存为company link 是吧 我们就直接就是说 在这个数据处理的地方 我们就点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给他 这个地方呢 给他 保存为新变量 我们可以直接给他 先博新变量 给添加上吧 company link 我们选择 然后这变量 是不是就在这地方了 然后呢 我们再在这地方 进行添加规则 就是数据处理 这个地方 叫数据处理的规则 然后我们添加 进行什么呢 内容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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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内容替换 我们就要找到看看怎么替换 在这个火车浏览器的脚本里面呢 我们能够看得到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内容替换的地方 其实是输入他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在书里面呢 有详细的讲解 为什么是输入输入 输入这个啊 我们直接把它给复制进来 可以看一下 复制进来 然后呢 我们不得替换为什么呢 替换为我们想要的这个 就希望为参数一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当然我们先看一下不用什么哈 我们到这个 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吧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哈 就是说 这是他的这个数值 然后呢 我们是要 要要这个什么呢 我们目标是要 这一个网址 对吧 要这一个网址 我们给他 这里面不能标记 我们要 那只能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找到 就是用这个来作为一个 呃符号 分隔符 然后我们以 在这个数值处理的时候 检索这个东西 检索这个东西呢 就把这个网址 给他设成变量 相当于x 然后呢 我们不这个 把它给回来 就是这个叫参数x 然后呢 如果是碰到他一套 然后呢 在他一套等于号 那么后面 这个括号里面 通配符就代表什么呢 就把后面的文本 全部给 就是给忽略掉 就是已经给替换掉了 我只是要什么东西呢 我只是要这个参数 那么后面的这些 这些呢 都不要啊 只要碰到他一套 就不要 那么我们 看一下这个效果哈 就是说 这个 已经复制进来哈 我们选择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我们同时要点击什么呢 点击保存 一定要保存 因为这个确定 只是保存的 这一个变量的处理 如果你不点击保存的话 相当于这一个 整个一个步骤 没有保存 那么我们进行变量处理 我们进行测试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变量 地面 哎 company link company link 还没有处理 对 我没有处理 对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是出错了 我们检查一下原因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啊 这地方原来有一个等线 就复制的时候 就说有个等线 这是多出来的 不要有这个东西 等线是 等线之所以出现的是因为 在我这本书里面 就是写的时候 这个这个地方 字体用的是等线的字体 我们点击确定 点击保存 我们再测试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变量处理 OK 他是不是就已经将 这个company link 给提出来了 是吧 但是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个呢 其实company link name 没有变化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 这个变量处理里面 是处理了company link name 这一个变量 然后另存为 就是处理的结果 另存为company link 而company link name 就不会有变化 这样利于我们什么 我们还进行 再处理这个company link name 然后处理成company 好 我们就继续往下 看这个脚本 我们看这个脚本 然后就开始处理它 然后再获得link name 我们呢 就是说 看一下啊 我们再进行添加 我们处理的变量 是company link name 我们表 保存微信变量 变量我们添加一个 添加是company 保存 我们双击选择 然后这就进来了 保存微信变量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我们还可以去看 就是说 看到这个里面 这是这个 原始的数字之后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将前面的这个呢 给它弄成通用的文本 然后 在检索的这个文本里面呢 有title等于 这个等号 再加上双引号 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设置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公司名字 就会被它设成x 然后再遇到后面的这一个 就遇到双引号和class 哎 我们就给它截取出来了 就那就是x 那么我们就把它给 这个呢 前段的呢 给它用这个 括号加通备符 给它替换掉 我们还是用内容替换 然后呢 这个 前面呢 是括号 加上通备符 后面的class 后面的也是一括号 通备符 因为后面的文字 对我们没有什么用了 我们就替换为 这个也是参数 参数一 然后我们点击 确定 点击 保存 确定 点击保存 然后我们再进行处理一下 我们查看一下变量管理 是不是 公司名字已经提取出来了 OK 那提取出来之后呢 就是有了company name company company link 我们就需要就是说 进行不这个 进行这个 写入数据库 我们要写入数据库了 我们写入数据库 我们再去看脚本 那这已经提取出来了 我们再去看脚本 但是我们这地方变量处理 我们可以为了方便了 我们可以命名一下哈 就是变量处理 叫company link name 方便我们去识别 然后我们 要写入数据库 我们就要做什么呢 数据库操作 执行sql 操作 我们叫写入数据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选择的这个数据库配置 就是说它对应到哪一个数据库 这个就是指定到哪一个数据库 我们就刚才是模仿 有点配置 然后呢 我们类型呢 是插入数据 是插入数据 然后呢 我们再在这个脚本书的里面去看这个脚本 我们这个sql是什么呢 就说在这地方呢 你可以你直接就说 呃 呃 有一个就是插入新数据库的示例 它这个是模板 我们可以给你去改 呃 sql这个命令呢 一丝不够 不允许出一点错误 多个空格 甚至多个空格当然有个无所谓 但是你如果说你的 呃 insert 出错 你这些表的名字出错 那全都写不进去 因为电脑是一丝不够执行我们命令 电脑是不会出错的 错的 只是我们自己 好 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table name呢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数据表的名字 我们到数据库里面去看 就是这个呢 就已经有了 就是这个tables 然后呢 就是这叫 com uropages collect 啊 我用的是uropages collect 然后就是数据表 那么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在里面已经将这个 有这个自端名配置好了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就不需要去配置了哈 不需要配置自端名 在书里面呢 就是会有你详细讲解的你怎么去配置自端名 那么我们就开始写入 写入之后呢 就是这个命令 insert into europe pages collect 然后呢 这个 ok 我们呢 给他复制进来 我们复制进来 insert into 我们删掉多余的空格 我们会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点击变量自动转译 变量自动转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像company 这一个是不是这个变量 哎 这个也是是变量 对company 这个是变量 这个呢 是代表的 就是说 这个是代表的自端名 就是europeach里面 这个自端名 这个company呢 代表的就是这个 火车浏览器里面的这个变量 那么就变量自动转译 就把变量的数值呢 传击过去了 切记一点 就说 火车浏览器里面的变量 跟自端名 就是跟sqlite数据库里面的变量 这个自端名 尽量保持一致 尽量保持一致 因为 呃 你一致了之后 你知道到底 呃 变量是怎么去对应的 有些时候你不一致呢 可能就搞混了 并不一定说完全出错 一定会出错 但是有时候会缓 我们呢 就在这里面呢 就是这么点 复制进去 我们就点击 保存 保存之后呢 我们就是说 看一下这个变量哈 它就company link 是company 呃 是这个公司名字 我们试运行一下 看看能不能写进去 我们运行 显示的是写入成功 ID是291 那么我们到这个里面之后呢 到数据库里面 首先我们要刷新一下 才能反复出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公司名字已经写进来了吧 company link 这个也写进来了 是吧 也写进来了 所以这就完成了这一个 这一个操作 那么后续的呢 我们只是就是怎么去 把这个30条记录 给它写进来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一个 循环 我们再去看这个脚本 脚本里面 其实都非常的清晰 我们就需要开始写入 循环了 有30条数据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进行逻辑 就下一步 建一个逻辑运算 我们呢 点击下一步 逻辑运算 我们可以点击循环 循环操作的 我们可以就是说 我们先先命名吧 循环操作叫 company link list 是吧 我们是循环的这个变量 这个list变量 我们就在这地方呢 就选择循环 循环指定list 我们选择这个循环 company link list 我们循环这30里面之后呢 他他每次的就抓取一个 那抓取了一个 这个数值保存到哪里面呢 OK 应该有知道了 就是保存到company link name 这个里面 这就是对的了 啊 我们点击保存 那么在这个循环下面 我们再去就说 每一次 每一次循环了之后 我们都要进行什么 变量处理 是吧 我们要进行变量处理 那我们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 在脚本里面呢 非常清楚 我们就可以直接将这个 第三个变量处理的呢 我们之前进行复制 嗯 我们这一个呢 直接进行复制 复制 然后到了这个里面 就是循环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 粘贴到此步骤 就是将此步骤 粘贴到当前这个 这一个步骤 这是变量处理 变量处理完了之后呢 OK OK 那我们就要进行什么 写入 SQ L 我们再复制一下 我们再进行 粘贴 OK 这其实已经 完成了 这其实已经完成了 嗯 我们测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测试运行 OK 速度相当快 30条已经写进去了 但其实呢 这里面呢 在这里面呢 其实还有一些瑕疵 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错误 我们会会在后面的视频里面来讲解 我们呢 就先按照 EURAPage这一个脚本 一点一点的模仿 你模仿好了 就OK了 先打好基础 那么30条数据写入了之后 我们看看有没有啊 刷新一下 刚才是291是吧 这个ID是291 现在发现OK 已经多又多进来了 是吧 嗯 这个ID 那么我们 已经把第一页给弄进来之后 然后我们要考虑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第五页 因为EURAPage上面呢 它还有很多的其他的页 怎么办呢 我们就看脚本 那么 我们要循环操作下一页 就是开始点击下一页 我们可以去看这个EURAPage EURAPage上面 它这个 就是第一页是这个 这个名字 然后第二页就是Page2 Page-2 Page-3 Page-4 Page-5 那么我们如果要点到火 到这个火狐浏览器里面 我们点击一下 就是第二页 它其实注意这个网址的变化 其实就Page-2了 是吧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点击下一页啊 批量就去 不用就可以 不用去点击 这个地方直接打开下一页就行了 我们设置这个参数 更改这个页数 那还有的呢 是属于 还有的是属于网址 不会发生变化的 比如说Compass 那就需要我们用手 鼠标去点击下一页了 我们看脚本 我们循环操作下一页 我们后续操作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进行循环下一页 我们在 操作下一页 我们先进 先进一个 我们先进一个 在这上面 我们点击要 要点击循环 但你发现循环之后呢 它是在这一个循环 Company list的建立里面的 我们就循环操作下一页 所以这样吗 其实是 其实是不对的是吧 不对的 我们先保片 我们要把它给这个顺序呢 给保 给先给它 给先给它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给 整理一下 哎 摆放一下顺序 这个样子就是对的了 嗯 我们要循环操作下一页 循环操作下一页 我们去看脚本怎么办 我们首先是 打开这个网页 打开网页 我们逻辑运算 不 浏览器 打开网页 我们打开哪一页呢 我们应该是要打开 这一个网址 我要打开这一个网址 我要把它给复制进来 复制进来 然后呢 其实 这个网址呢 因为它是固定的 但因为我是循环 我就要打开 我要用一个变量 把这个2给替代掉 那么我就要怎么办呢 我就说 那么再看脚本啊 我们就需要设置一个 计数器变量 page number 就是页数的变量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给它 给它改 改成我们就是先设置一个变量 我们要添加一个计数器变量 计数器 然后我们要page number 刚开始的计数器的数值呢 可以不用管啊 我们会在后面来做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 给它 选择 选择 我还得给它 这个取代点 选择之后 然后它 检查一下哈 不要不 2还在放在后面 就是用万变量 取代掉2 是吧 这样就对了 然后这个就是可以的 打开网页 这地方 点击保存 打开网页 我们点击保存 这之后 最后就是打开网址的 就变成了这一个 用变量来取代掉2 那么我们刚开始呢 就是说 你看到page number是0 但是我们要从第二页打开 是吧 所以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应该要把page number呢 给设置成2 那么page number设置成2 我们就说 在哪地方是 在进入循环之前 就是进入循环 下一页之前 就应该把page number设置成2 所以我们呢 可以在最开始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进行变量处理 进行 变量重置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给 把它把它移到到上面 最上面 然后呢 我们要处理什么 技术器变量 我们要配置page number 我们处理成几啊 2 对 也就是我们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变量里面 它page number 是不是还是2啊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然后变量 是不是就是 就是2了呀 这个一定 这个变量 处理 重置这个page number 这个操作 一定要在 进入循环 下一页之前 进行 所以 我们再去看下一步 因为我们打开这个网页呢 不是一下子就打开 我们需要 就是打开网页之后呢 就是在这里面建一个暂停等待 就是一个等待的时间 等待的时间 我们可以等待成5000毫秒 也就是5000秒 当然在这里面呢 其实还有别的方式 就是说 等待元素出现 还有别的方式 这个东西呢 都是你熟悉了之后呢 可以去去设置 我们或在后面的视频来讲解 啊 在下一步怎么办呢 等待之后 我们 我们就需要 就是说已经能够打开这个网页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需要 再对这个第二页进行取值 单次取值 那我们直接可以 是吧 就是将单次取值的这一个 给复制进来 OK 我们选择 不知道粘贴板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地方 粘贴进来 嗯 粘贴进来 写入数据库操作的呢 嗯 也可以粘贴进来 但是取值 这不就在下面了 是吧 然后我们再把写入数据库的 在写入数据库的 就是循环写入数据库 直接在这个上面 复制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 粘贴到下部 下一步 嗯 这样子 然后第二页 我们就 就说 我们这个就已经 对第二页取值完成 然后也写入数据库了 这个时候呢 就说我们要 再进行循环下一页 循环下一页之前 就要把这个 PageNumber给增加一 你们第三页 第四页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要 在这个地方 循环下一页 这个地方右键 我们点击一个 变量处理 技术器处理 技术处理 嗯 它就在这地方有了 我们增加 选择的是 多多变量是PageNumber 每次增加几啊 增加一 技术处理 PageNumber 我们点击保存 这样的话 就是在循环下一页之前呢 就就做到了 这个技术的这个变化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这这个脚本呢 其实就就完成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循环下一页呢 这个地方选择的是 无限循环 就是说 它得循环 很多很多次 无限次 但这个地方 它是不适合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下哈 看一下大约有多少 一二来 它有两千 其实也就 两千 两千七百九十一 可以除以三十 那就就是有九十 九十一 是吧 两千七百九十一 除以三十九十一 应该九十一多吧 嗯 它可能显示的还不是说 不是说完全这个什么 我就看有九十一 它应该是有九十九十四 一 啊 九十四一 我们呢就在这个地方呢 给它循环九十三次 其实 这个地方呢 你写九十三次 或者写九十四次呢 就不算很要紧 因为呃 第二页 就是打开第二页了之后 这是从第二页开始 二到九十四 这其实是九十三 但是如果你写九十四呢 你多循环一次 也不要紧 也不是说呃 浪费了多少功夫 我们这地方就写个九十四 这样的话呢 这个脚本就完成了啊 完成了 但是我们说的嘛 就是这是最简单的脚本啊 因为涉及的一些脚本呢 在这里面有一些意外性的 可能有一些意外的一些错误 我们会在后面的里面呢 去避免这些错误 那么我们可以 就说呃 可以 在这个地方点击 测试运行 就是在脚本上面 测试运行 看这个脚本 到底能不能行 其实呢 这样的话 就说它运行的会比较慢 因为它是模拟打开这个浏览器 然后再来去做 那么我们呢 我们去 我们就不这么直接测试运行了 我们直接怎么讲 我们直接生成exe独立文件 我们 我们生成对 exe独立文件工具 exe打包生成器 我们呢 我们改成叫模仿 euro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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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 生成之后呢 我们就来进行双击这个文件 执行文件 然后你其实发现它你打开之后 它会出自动出现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就不要管了 我们就点击开始运行 因为我们只需要运行一测就行了 是吧 我们点击运行 好 我们就可以等待结果 这个脚本呢 exe脚本呢 是独立的 就是你我们写完之后 生成exe 然后我们再去处理路破车转器也好 还是去做别的工作也好 它会独立运行 独立运行之后 它的结果就写到哪里面去了呢 对 就是这一个数据库 所以说 这个能够极大程度的提高效率 我们只需要写好了 然后 等待 数据就进入我们的数据库了 这一部分就能够起来 就没有写好了 我们再次进入我们的数据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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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解释的是出错 因为什么呢 因为unique 我们把company呢 company link 这是称unique 然后开始循环下一页了 我们第一页的数据 我们已经写进去了 是吧 在这里 等待 OK 你看到60条数据 然后呢 前30条是重复的 对吧 有一些呢 是重复的 然后我们到数据库里面 刷新一下 对吧 到了338了吧 到38 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我们这个脚本呢 就模仿成功了 阅读 《苍茫世代》这本书的朋友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 沉住心 一步一步的模仿 因为 说实话 我刚开始去做这个 摸索这个火车浏览器的时候呢 也花费了好多好多的精力 因为 很多东西呢 他别人不会告诉你的 即使是我用火车浏览器 这个火车浏览器的客服呢 也不会教育 教到手把手教你 你去怎么进行数据库配置 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什么SQL命令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最基础的 对于他们的用户来说 这是最基础的 他们不可能去 对这些再去给你教育 他们就是提供这么一个 火车浏览器的工具 会用 不会用 那就看你自己了 就像我遇到一些问题 我说一个网页我采取不了了 抓取不了了 他说你试一下飞在了抓包 是吧 他不会想说你手把手教你 是怎么去抓包 他只会说你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但是飞在了抓包是什么东西 OK 我就不知道了 一脸懵逼 那就懵吧 是吧 很多东西没有人就是说 去去去那么那么让他去去去去教咱们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在阅读苍茫时代 就是看这个脚本的时候呢 尤其对于前面的脚本 就是Uropage和Compass 仔细一步一步的模仿 模仿会了 再模仿一遍 模仿会了 再模仿一遍 然后几遍下来之后 你就能够对火车浏览器的运行 还有这个Xpass规则 还有这些一些命令操作就熟悉了 当然这个脚本呢 就是说你看到最后很多unique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去做一些清空啊 变量的清空 导致他来回的去去反复的去写入 但是已经有数据了之后呢 他就会导致unique 好 这一节呢 我就给大家分享到此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如果你感觉苍茫实在或者视频教程对你有价值有帮助 那么我们欢迎你将三品空间的微信公众号推荐给你的外貌好友 如果达到三位级以上 我们会赠送苍茫实在的整套高清圆码视频 因为视频里面包含代码脚本及具体操作 而上传到网站上的视频呢 可能有一些模糊而导致看不太清楚 那么高清圆码视频则会非常清晰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感觉没有任何价值 那就不要做任何推荐 不要推荐 千万不要推荐 在这里我们感谢每一位愿意帮助我们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